欢迎大家在收看我的玩具小开箱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套的魔物链周边产品 标榜的是呢 它可以用这个文字呢 就是怪物的名字 像这个是磁火龙 然后转变成它的一个龙形态 还有这个是黑石龙 以及肥狼龙 这个 那目前的话呢 我是组了一个 就是熊火龙利奥雷乌斯 熊火龙 这个 这三个字呢 可以变成是一条龙 那说明书的话呢 是在这里头 但其实打开盒子的时候 我非常的傻音 我瞬间后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没有做功课 因为它跟我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熊火龙 它居然是把这几个字拆开之后呢 然后最后变成一条 熊火龙 我傻傻好天真 我以为它是熊火龙 这三个字呢 可以直接的合在一起 去转动去变形 然后变成一条 熊火龙 结果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整个是要拆解 重组的 那而且这个难度还有一点点的小复杂 然后贴纸的话呢 也质量来讲也不是说非常之好 而且最难的就是在于说 你把它 再 要我再把它组回熊火龙 那三个字 我真的是 我不想做这种事情了 再加上这种 球官啊 虽然是这种东西呢 你经常去拔插我相信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所以 呃 等于是说就是怪我说 一开始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一体变形的一个核玩 就后来发现原来并不是有点小失望啊 给各位展示一下它的一个贴纸 这个比较大面积的部分呢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头 它这个头部的贴纸的一个密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高 但是呢 因为造型呢 非常的复杂 而且这个 呃 Y7扭8的一个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这个贴纸已经快要被我 弄到快要没有什么粘性 因为它就是一直会掉 一直会掉 就这个头 它这个头几乎是整个 整个一个龙头都是包起来的 贴了之后效果好很多 不贴真的差很多 可是就是这个后面这一带 因为形状太复杂的关系 从这个地方看 看到很多的一个空洞 这个除非有什么方法 我再把它想办法再给它补枪一下吧 就是这样子 然后头的话呢 可动是这样子 往上往下 这里也可以低头 头可以抬起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关节 可以把他把头呢给朝上一点 可以摆出一个火龙低头的一个动作 甚至呢 其实它的一个活动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还算是相当可以啊 你要摆出一些游戏里头 火龙奔跑啦 或者是一些 往后喷火 对不对 熊火龙最招牌动作就是这样 往后喷火 这个杀伤力也是很大的一个必杀绝技 而且这个尾巴的话 这里也特别做了一个关节 这里是一个球关 所以说你如果要的话 你可以把尾巴拔掉 对不对 把它拔掉一下 看看好了 对不对 断尾对不对 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尾巴有掌握到熊火龙的一个造型吧 就是两侧有尖刺 末端还有尖刺 这是标准这个奇幻文学里头 歪文 就飞龙类的一个尾巴 就是带毒针的 然后再把它给扣回去 扣的话 好像两侧都可以扣 转进去 OK吧 然后这里尾巴这里可以动 有脚 脚往前往后动 那么呢 就是 其实它这个变成火龙之后的一个乐趣度还是有 还原度也还算 神韵来讲也是很好了 那翅膀的可动的话是 这里有一处球关 两处球关 你如果想要把它给折起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部件呢 往上面翻折之后 再把这里翻折下来 往下做一个 好像把翅膀收起来的感觉 这样 那站立心就不在话下了 毕竟你有一个尾巴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辅助 但是玩具就是 做的还可以 那就是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居然是一个 拆散 重组了 这个是让我比较 出乎一大钟 算我买错了吧 算我买错了吧 也因为这样呢 其他的这个雷狼龙啊 雌火龙这些呢 真的 我看我有没有时间去组了 我组这个熊火龙居然 以我这种手残呢 居然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好吧 那今天就跟各位 记得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